9點26分 帶您關心台股拍攀後的表現了 美中貿易戰攤牌倒數計時 昨天投資人陷入恐慌 外資也紛紛避險落跑 導致昨天台股大跌了190點 還一共有33檔各股的收盤價 都創下一年來新低 最近收盤的美國股市 因為美國總統川普透露 他收到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藍信 表示這個禮拜之內 中美雙方還是有可能會達成協議 也讓美股露出曙光 三大主要指數跌幅都跟著收斂了 而今天台股開盤之後的表現又是如何 目前指數上漲了46點 來到10779點